大家好,我是货真价实的蔡清 我很少听到我出现的时候 主持人要拜托大家给我掌声 你们要好好检讨检讨 对,货真价实这四个字真的没错 因为我们说你比前年的时候 好遇上的时候更瘦更漂亮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对自己真的还是很完美的要求 对不对 对,尤其是我看了这个 张家辉演的那个激战 激战 他好像是为了演好那个boxer 拳几手 对不对 拳几手 那个练身体练到我觉得真是太棒了 后来我就知道他的故事是说 他觉得他这一生呢 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好的这个气面 我们俩都是人马座 我就觉得人马座有这个运动员的精神 我这个女生居然受了感动 所以从去年 上次哦,不是去年,前年 前年 前年好运照开始 对 到现在 我就每天都做两百个仰窝起座 真的,人家说两百个怎么做的啊 两百个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做啊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这种人就是需要人家鼓励跟激励 就鼓励的,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运动真的有帮助啊 对 坠落都不见 没有啊 没有任何的坠落 对对 2014年了 对不对 我知道你刚开春的时候 在香港 紅磚 對不對 然後在演唱會的時候好特別喔 因為過年的時候他們都發那個紅包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好 是這樣 二 這個好玉照演唱會呢 是從我們台灣出發 那是前年開始 然後去年一整年呢 開始往外發展 一站一站出去征服了很多的觀眾 而在現在要加演之前呢 之前征服的這一站就是香港 那剛好是過舊歷年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馬年 也剛好是2014年 蔡芹的第一個演唱會 就正好是郝玉照在紅磚演出 那香港的觀眾很可愛喔 他們如果在元宵節之前 如果你當演唱會的話 觀眾有一個很棒很棒的習慣就是 一定要叫做派立誓 立誓就是洪包 發紅包 我都會幫你拉伊茨 對 拉伊茨 你們這個香港人這個太好 習慣太好 因為他們覺得啊 過年的時候 可以把紅包給別人 尤其是看演唱會 他們最喜歡把紅包派給我們這個歌手啊 如果在過年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也會發 你知道嗎 那但是呢 好玉照呢 這個2014年有一個小小的困擾 就是我上一次呢 是2008年做的演唱會是四面台 四面台你到處可以跟觀眾握手 對 所以人家發歷史給你 你很好拿對不對 而且那一天不小心了 那是第一次 08年的時候 我兩個禮服啊 正好有兩個口袋 都裝到滿出來的 那就 今年2014年的時候 我的舞台呢 是三面台 我想完蛋了 我心裡曉得很多觀眾 實際上都帶了歷史 對 那我怎麼拿呢 對 對不對 可是一個個性不能演唱會 那時候一直想拿紅包這件事情 然後忘了過歌池 有時候 你要注意你的表演啊 對不對 紅綠照比較重要 但是就在彩排的時候 嘿我突然回家晚上 有了靈感 我去買了一個魚網 天啊 用魚網還一個網 而且是伸縮的 對對是伸縮的 所以 觀眾完全沒有想到 我在這個三面台 很不好拿紅包的情況之下 我還有一招 就是找我的工作人員來 我們把那個伸縮的魚網這樣 越拉越長 越拉越長啊 然後就這樣 傳給觀眾 他們就給我這個歷史 結果第一天 因為魚網只有一個 所以光是收紅包這個環節 就收得太久了 第二天呢 我是連著兩場的 第二天我就聰明了 多買了兩個魚網 所以我就三網打盡 拿了很多很多的紅包 但是這些紅包呢 我一個都沒有拆 為什麼 因為 今年母親節 我要在台北 辦這個好玉兆 母親節版的演唱會